所以他在影片上说的是不实的 对 后来我也有跟他说 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我并没有帮你出谋划策 居然有很多人去打电话 骂移民署或者骂警察局 靠杯这些人 结果让这些移民署的人 来跟他道歉 这太可怕了 你明明就已经 钱都结完了 为什么还要收白包 结果我看到 那么多人送白包就算了 为啥会崩溃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 我看到了所有的事情 Hello 欢迎回到陈老师来了 带你用声音 这期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我是主持人陈宇正 台湾社会温良恭敬 让人与人之间互信 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外人很容易获取台湾人的信任 以及同情心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是 中国网红Jack 带家人来台就医 透过影片镜头 传达孝心 令众多的台湾人同情 保守国际募款超过500万元 结果日前被爆出虚假人设 私下将募集的巨额资金 划在享乐上 同时删除线上募款记录 烧毁收款及医疗票据 更有多位当事人 站出来剖光起 荧幕前的虚假人设 今天我们也有幸 起来的现场当事人质疑 同时也是受害人何欣尧 他是一位陆沛YouTuber 目前已是台湾公民 让我们来听听 当事人还原案发现场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瑶 我是一名YouTuber 因为我是当事人 在他妈妈葬礼上的时候 我就全部都看穿了 所以只是你现在 憋了很久 对 而且我就觉得说 没关系 他可能就回去了 就乖乖的了 但是我发现 没有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简直就是把大家当傻子 那我想说 很多观众朋友 肯定会有个疑问 就是他平常 包括我自己也觉得 看过 透过他的影片 大家都觉得 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那为什么今天 有很多的 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会感觉到寒心 那包括你 为什么会感觉到寒心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比如说屏幕上的孝子形象 对他爸特别好 但事实不是这样吗 事实就是 我看到的 我只说我看到的 事实上我看到的 就是从我第一次 见到他爸那一刻 他从来没给过他爸好脸 好的脸色 有一些台湾的叔叔阿姨 也没有在联络 那这其中 你是有多少知道一些事情 我觉得是跟我一样的遭遇了 是我们 因为我已经 有两个人要愿意出来 帮我 因为他们觉得 我被牵连了 他们觉得 甚至觉得我是最无辜的 比如说就是 他被别人诈骗了 然后一直跟我们讲 别人诈骗他 诈骗他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弟弟好可怜 来带妈妈来看病 还被别人利用 被别人诈骗 我们就会更多的同行他 就会更相信他 更想去帮他 那个哥哥 跟妈妈出去的时候 有被网友去 现场就是去指着骂呀 然后那这个大哥就是有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你说有一位大哥 他在路上被骂 什么意思 应该是说 帮助过他的 或者在他影片上的一位大哥 帮助他大哥 就有露脸的那位大哥 有很多人就通过他的影片 认识这位大哥嘛 就说 你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中国人 来骗我们台湾人 你为什么要帮他站台 他最后还是被迫入境了 对上传了影片 对 所以所以因为这个 我觉得你应该要讲清楚 不然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大哥会在路上被人骂 两天以后 他居然发了一支影片 说对这位大哥的抱歉 你既然都能看到发影片了 你为什么不能给这个大哥一个道歉 去安慰他呢 没有 你是说他其实事实上是知道的 并且也做了影片 可是大哥找他 他没有回应他 对 私下也没有道歉 对 所以荧幕前跟荧幕后是两种 对 那听说 这当事人中好几位 就是他在没有 未经他人同意之状况之下 在某一种仪式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在 那个吊宴的仪式当中 安排了一些 本该亲属 那个是吊宴吗 不是啊 就是说安排了一些 应该是亲属 就子女才能做的事 但是他让一些 其他 是台湾的一些人 去做的这件事 是什么事 第二天妈妈要 办葬礼 然后可能就是要开追悼会 其中有我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是不知道 我要见到 我知道要去三金总医院 我也知道要去 给妈妈整理一种仪表 但是我不知道 我会看到 就是妈妈那边 这当中还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我就是被冲煞到 冲煞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怎么讲 这个咱们大陆要怎么讲 就是被 就让我身体不舒服 对 让我吓到 让我身体不舒服 对对对 吓到 那位姐姐当时就看出来 我被冲煞到了 当初我去他影片上 还有一个 一开始就一直在帮他 可是后来影片 质疑这个姐姐帮他是有目的的 因为那个姐姐 是帮他办过来那个人 所有人都 做担保 对 不是担保人 担保人跟他办出来的是两个人 所以这里我也想借助 陈老师的频道 去讲 我不是要帮我自己洗白 因为我就是有很 我看到有人说 是我出谋划策 是我帮他办过来的 是我帮他担保的 这个姐姐帮他办过来的时候 那就是他人已经到台湾了 我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到台湾了 所以他去台湾之前 你们没有事先沟通好 他告诉你我要去台湾了 没有 我跟他以前是不认识的 你们之前不认识 对 是有一天莫名其妙的 我发现有很多人 私信我 让我去帮助一个叫杰克的人 我想说这个人是谁 结果 有人就发了一个影片给我 说有人 说人家这个弟弟很可怜 公开向你表示 感谢 但是我莫名其妙 我莫名其妙 我想说我什么时候帮助过他 这个弟弟公开感谢你 我才点进去看 他把我的名字写在他YouTube标题里 感谢女神和欣尧 好我有看到过 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情况 结果就是有很多人真的很好心 也很热心 就是一直 我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被私信炸了的过 我就是因为他的是把我的私信弄炸 我后台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我每天都是炸的 所以我想说OK 我就给他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后台 在那个IG 因为我IG很少发我结果发现他在IG上私信我 我说我可以吧 我说如果弟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愿意帮助你 因为你也是河北人嘛 老乡嘛 这样子 我只是说我知道的 因为我今天上演节目 所有的话都要负法律责任 因为他没有银行卡 可以户头收款 人家会帮他捐款了 那个姐姐说 不然我把我的户头给你 你打到我这边来 当时他那一刻就觉得这个女的是个诈骗犯 我现在在做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台湾观众朋友们 透过LINE Instagram 传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截图 一些证据 什么的 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站出来 甚至我一直还想选择 算了 不要说 为什么会犹豫 我在我的社区已经暗示过了 我就已经说过了 但是我发现 我现在就是已经被当成主谋者了 我没有要为自己喜庆什么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纵使别人怎么想 但是我并不是主谋者 我也是被利用的那一个 主谋 你所说的主谋是指什么 是我教他的 教他要开放募捐的 是我教他让他妈妈来台湾看病的 所以这个 你没有给他建议 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他在影片上说的是不实的 对 后来我也有跟他说 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我并没有帮你出谋划策 那有些当事人说 当初他们私下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出去去玩啊 101啊 或者去吃饭啊 这些部分 那有些部分 明明对方 没有说要请客 当然我们不是说请客 觉得说请不起还是怎么样 只是说 没有提出来请客 但是他在影片发布说 谢谢某某 哪位姐姐请他吃饭 但是事实上 没有说要请他是这回事吗 我只是说我的感受 这是我自己发生的 就是有很多 看过他影片的网友 应该都知道的事情 因为这样子才能 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带着爸爸和他妹妹去101 有上去吗 有他跟我说 大小姐我爸爸 很怕浪费钱 你先帮我去买票 然后我跟我爸爸讲 你看大小姐人多好 请你上 到时候我再把钱偷偷给你 我说好 我就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我没有 他没有给我钱 到晚上他发了一支影片 在影片里说 大小姐特别好 带我爸去吃好吃的 带我爸去上101 我当时那一刻 我心里特别的难受 这个之前我跟你说过 我那一刻我觉得 我被利用了 我不是花不起这几千块 我是觉得这种感觉很差 结果你为了赌我的嘴 你发了一支这样的影片 感谢我 然后那个时候 你也不好意思在讲 他有讲 关于我的一些 说我蹭他流量 还有其他的 像是涉图日记公子审 这个我觉得很荒唐 我干嘛要蹭他流量 我跟你讲 我那次做他影片 只有20万的流量 我平常随便讲一个 实证的平均流量 都是40万左右 那很多粉丝还说我 因为我做了那一支影片 帮他说话 因为我讲了之后 我的很多粉丝 包括一些路人 有去帮他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是被人骂嘛 就是说什么 希望我妈也得白血病 说我到处去蹭 我的流量也许没有很好 但是说真的 我也不需要 他帮我蹭流量 因为我拍一些流量 也十几二十万在跑 而且我根本就不是 主动去找他的 是他找我的 我看他之前在台湾的 每一天 中午啊 还有晚上都会进行直播 是开放赞助的嘛 那他的赞助 每个金额 我都看蛮大的 然后我有看到 他的每日赞助 是有进入台湾的频道 单日赞助的排行榜的 前三名 可是事后 他都会立即的把影片 下架 隐藏或者是删除 那一般我们做YouTube 我们知道 我们做一个长节目 他如果放在那边 他后面的盈利是很可观的 因为他也是产生盈利的 如果有看过他直播的 应该可以知道 就是当初 其实我有建议他 我说其实 这个弟弟 你可以把那个直播的放在那里 因为我也做过直播 但是他马上就删掉 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删掉 后来我才知道 他怕别人知道 他抖内了多少 我就是很意外啊 辛辛苦苦直播的 那个节目内容 你留下来 他常续的 可以给你带来收益 因为YouTube的收益 就是来自于 像是直播的广告收入 长影片的广告收入 对 而且这个收入是很可观的 但是他却不要 所以这一点 作为YouTuber来说 我是觉得很可疑了 对 而且我 那个时候我就说 他不是很缺钱吗 台湾的YouTuber 每月的抖内赞助的排行榜 像是一些比较多的 像是什么馆长啊 那我有看到 即便他删掉了 他直播那个部分的 那个最主要那个 他的赞助收入 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嘛 但是即便他把 这些赞助直播 都删掉之后 仅仅靠着 长影片的收入的赞助 也挤进了 赞助排行榜的前十位 那也有媒体佐证啦 那我有听说 他在台湾 因为是外籍 外国人的身份 是没有办法开户 任何银行账户的 那当初那位姐姐 知道他这个难处之后 他就有去帮他 可是他因为怀疑 那个姐姐 所以他没有这么做 可是他还是有了 银行户头 是以自己的名义 开立的 像是玉山银行 等金融账户 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不可以的 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相信这其中 应该有一些 相关的部门 是有去帮助他 帮他开了这个方便之门 因为也是被他利用 或者是被他这个 所谓的善良的打动嘛 因为他就是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他有台湾的账户了 然后说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像我们在台湾之前 我没有拿身份证 之前我拿永居 我去办银行户头 人家还要问我 你为什么要办 你是在哪里工作吗 我在台湾住四个月 将近半年 我是没有任何权利办 银行账户的 因为我是交换生 留学生是可以 就是你要住四年 那个是很正常的嘛 因为你要在那边生活 可是我住半年 也是不可以办的 台湾的一些人 真的是很善良 甚至一些相关的部门 就是给他开这些方便之门 其实我觉得 这个时候 其实我要为 我要为台湾 现在目前 我觉得一种现象 要说一下 就是他的热度太大了 某种压力 因为当初他 就是说什么移民署 这些事情 你想一想 居然有很多人 去打电话骂移民署 或者骂警察局 靠杯这些人 结果让这些移民署的人 来跟他道歉 这太可怕了 太不理智了 可是一直以来 这些台湾人 捐助的这么多钱 他都没有公开透明过 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 关心的 就是他早期的节目 里面的内容 与现在的很多的细节 是互相矛盾的 那他本人也没有 进行直面的回应 那有些节目 已经隐藏了 或者是删除了 找不到了 他早期的节目 那听说他早期的节目的 内容并不是一个频道 是另外一个频道 后来他不知道因为什么 然后换了现在的这个频道 重新的去做些内容 那两者之间 很多观众 有之前有发了过他的说 两者之间 现在是互相矛盾的 那我还有看到一些观众朋友说 他人在河北的医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硬要说 他在北京的某间医院 他跟我说的就是 他在北京看医生 然后北京的医生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所以我一直都以为 他是在北京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发了过他 所以他跟你说的也不是真实的 他跟你说是在北京 他就是我知道的东西 我有很多还没有 天天追看他影片 粉丝了解的多 他前阵子才去日本 然后他到了日本之后 有发一支影片 我看网络上有很大的热量 有很多人转发 说他被限制出境 可是隔天 他就在日本 又发了在日本玩的影片 那当初 也有他的粉丝 也有很多观众有质疑了 但是他就 没有直面的回应 就这样带过去了 那这件事你 或多或少会知道一些吗 他发了一支影片之后 我又私信报了 就很多人说 我妈妈来台湾 因为他的影片里说 他爸爸 他们因为爱台湾 我就是爱台湾 难道有错吗 我这样子就不能出去了吗 他的影片就像你说的 最后也没有说 他也没有出去 那其实我第二 就很多人私信 我就说 你让你妈妈小心 也没有出去 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影片最后 也没有表达 他到底有没有顺利离境 他做了一个隐晦 他做了一个隐晦 然后我就收到大量的资讯 说让我妈妈小心 让我大陆妈妈小心 因为我大陆妈妈 老说台湾好 结果第二天 我就准备提报他 我就发了一个影片 我就 其实我那里边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只是因为流量 没有那么高 大家没有人 看出来 我已经说了 我说从头到尾 我都知道 他已经肯定都到日本了 他就是要这样子讲 虽然我 没有跟他有联络 但是我看他拍那个影片 我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我也知道 他已经顺利离境了 我就是想说 不要再听他在那边讲 我当初看到他发布这支影片的时候 也看到很多媒体在转载 大家都很关心他 就是被中国扣的 当然是他 他单方面说的 他护照被扣 说他限制出境了 这是重点 所以很多观众就是 很担心 当然后来第二天 隔天他 又发了在日本的影片 所以很多包括他粉丝 也很担心 但后来大家也是虚惊一场 然后我看到也有些粉丝说 有些留言被删掉了 对 就是这些做法 我觉得为什么会导致 今天有很多人质疑他 对 因为我是早上七点钟发片 他当天晚上是晚上发片 说他到日本 所以我早上七点钟之前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他就是已经到了 他故意要这么说的 我看他标题 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 我很生气的点是 为什么又套在我身上 为什么又套在我妈妈身上 没有办法出境了 所有人都来私信我 让我妈妈小心 因为我妈妈来过台湾 说台湾好 我妈妈也会被请喝茶 我妈妈也出不了国 这样就把事情 我这样的意思 你就会觉得把这个事情 变得严重了 我压力很大 我压力很大 那当初他发了这支影片之后 很多人也给他抖内赞助 很多人也担心他 当然后来他到日本之后 大家都觉得 替他感到虚惊一场 也替他感到开心 成功的出境了 可是他当下 没有跟粉丝披露 他其实仍旧在日本 另外一点 我知道有些当事人说 他在调宴期间 是有向社会大众开放 募款的 他是有收款的 那调宴开放的这个天数 至少十天 那我不了解 我是听别人讲的 妈妈去世的有一个会馆 然后大家就可能会 后台私信他地址 然后是有会有一些人 时不时的去调研白包 然后后来他就 在影片说了 说要开放四天 那四天是有两天 我在的 后来我找借口逃跑了 有些观众说 除了他在影片中 开放说的那四天之外 其实在此之后 私下也有继续开放 这个你大概知道 是什么那个状况吗 就是有很多人知道 妈妈去世的都会后台私信他 或者有他的赖吗 会问他吗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 那个白包的部分 那个白包是钱吗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放在白色的信封里 你为什么感到气愤 我当初听你跟我讲过说 你感到有点过意不去 很难过 人家会把白包给我 我就放在妈妈的零钱 那个白包一接过来 一摸就知道大概是多少 十万块的厚度是有的 所以他都是很厚的 当时他收白包的时候 我就很诧异了 我想说这种人情债要怎么还呢 你拍拍屁股走了 你怎么能做这样收白包 你明明就已经钱都结完了 为什么还要收白包 结果我看到 那么多人送白包就算了 还有很多人坐下来 跟我在那边说 被他感动 被他孝顺感动 然后重点是 我又知道他的孝顺 根本就不像影片上那样子的 我一下子就崩溃了 很多人要让我帮忙 把白包转送 我全部都拒绝 我在影片上公开说过 我说我不要过手这些事情 因为我就是怕冠上什么罪名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每天风口浪尖了 我不要再这样子了 现场又还是这么多善良的人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还很心安理得的 去收这个钱 我没办法 我找了借口 我说我要回来了 我太难受了 我觉得让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帮凶 说句难听脸的 你就算是要做人设 你也不能这样子做 结果你这不把所有人当傻子吗 有一个在现场 一个男生跟我说 大人我想转账给他 我当时心态崩掉 我说不用吧 我说他现在每天都被人家说诈骗了 你不要再接受我转账了 他妈妈钱交完了 结果这个人还是跟借客见面了 最后借客还是有把账户给他 人家还是转了一大笔钱给他 不要这样子了 你一个月才几万块 你还要给他一千人民币 人家第二天跑到灵堂去给 你说这你怎么办呢 然后我跑去跟他说 我跑去跟他阻止 那我成什么人了 我这不当然两边派了吗 我又来帮助他 然后又打背后打给他拆台 你说这你说让我怎么办 哑巴吃黄脸 让我为啥会崩溃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 我看到了所有的事情 重点我今天很生气 他拍影片 你明明知道很多人 我已经被很多人攻击了 从来没有替我说过一句话 他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你 然后还说很感谢你 一直提到感谢你 他为什么要一直感谢你 现在已经很多人跟我爆料了 包括我现在要说一件事情 有一个从头第一开始 第一个就刚开始帮助他的人 就是一个大哥 直接跟我表达 昨天在你们没有爆出这件事情之前 他就跟我道歉 对不起 这里都有聊天记录 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我 因为为什么借客会找到我 因为是一个大哥给他提的建议 说我觉得你可以跟有的陆配 真的很善良 很有正义感 一直帮助别人 你要不要去看看大瑶 他也是你老乡 所以他才会找到我 所以这个大哥就跟我说 大瑶我真的对不起你 把你拉进来 他说你这次你肯定是最无辜 如果真的这件事情闹翻了 其实你是最惨的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而且你还上过他的节目 你的内心只是要 真的就是只是出于 跟大家一样帮助他 结果他没有帮我任何解释 而且我还要再说一件事情 有一个姐姐在他影片上 多次被他说出来什么 丈母娘啊 送鸡汤啊 要把女人介绍给他呀 大家很多人都对这个人很熟悉 直接主动给我发赖说 大瑶我要为你站台 你太冤枉了 我不能让所有人都误会你 甚至这个姐姐已经说 要上我的影片 亲口说出这件事情 说我是替我澄清 哦就是也是一个当事人 当初在他身边 就照顾他妈 然后帮助他的一个阿姨 是阿姨吗 对 而且我说的这两个 一个大哥 一个这个姐姐 就是我 你叫阿姨啦 我叫姐姐 我跟你讲 这两个姐姐 如果我一说出去 是谁 所有人都知道 都会相信 我说的就是真的 因为这两个人 在他影片经常出现 在他口中 影片中经常提的 那个大哥跟我表现 表示歉意 就是觉得说 是他连累了我 当初他要不出这个主意 我也不会被他找上 盯上 就是找我 然后他说什么 他第一开始说 他说我不要 他说这些路被低层次 连累我以后 在台的发展 这个到时候 我截图给你 后来他看到我的影片 原来我的流量 我觉得算是还可以 他觉得很多台湾人 会相信我 所以他接受了 那大哥的建议 在影片上公开说 感谢女神何心瑶 所以这件事情 才把我引出来 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谁 我真的 大晚看到他的目的之后 了解他之后 我真的想删自己 很多东西就是 他影片上说了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而不是说 像他影片描述的 哇 跟我很熟 然后什么都跟我说 没有 很多都是他发生了 他说完了 我才知道 我甚至比很多 粉丝晚一步 因为我没有及时 看他的影片 今天有知道一些 就类似于像他 删直播赞助 那个记录一样 他把他的一些 私下的捐助的一些证据 还有一些医疗数据 都烧掉了 这个事你知道吗 这个事 他烧掉这个事情 是我今天知道的 是那个姐姐给我 后来打了电话 他说 那个姐姐让他很震惊 他觉得说 他为什么要烧掉这些 在销毁证据吗 我才知道他烧掉了 我要见你的频道 说一声 就是 其实我自己 真的没有想到 我也算是傻人有傻夫 当初那些帮助过的 那些当事人 他们也来 就是跟你一样站出来 就甚至 甚至主动联系我 愿意帮我 实名站台 要替我澄清 我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受害人 甚至他们跟我说 他们当时 看这件事情爆出来 第一个就联想到我 就第一个就想找到我 跟我讲出大谣 这件事情 你肯定会被牵离 因为你太无辜了 你比别人知道的都少 但是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没办法 所以他们就说 我很感激 他们会主动来找我 要帮我站台 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然后我也很感谢陈老师 我觉得今天发生这些事呢 其实网路有很大的责任 包括媒体 我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 那也给台湾很多人一个教训了 就是你真的要帮助一些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经过思考 并且这个钱 你要捐助到实处 就是帮助到有用之处 并且那个是透明的 对 因为这样你可以知道 你捐助的钱捐去了哪里 对 而不是直播记录删除了 而不是烧掉了 到现在都还在说 没关系 我们台湾人捐出的钱 就当是丢了 不求回报 那可不是丢了 那个数额很大 当时我看到之后 更让我傻眼 就是我更内疚了 我想说 台湾人真的 善良的过了头 就是你明明知道被骗了 然后还要这样子说来安慰自己 也只能说是太善良了 那另外我想说的 就是台湾人 没有必要 把自己的认同感 建立在别人对你的夸赞之上 谢谢陈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有一个 在一个曝光量比较大的平台 可以勇敢地站出来 那我们的第一次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一起来互动分享 下 感谢观看